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0多台摄像机空中架设400米长所到 和第一频道导演解密阅兵盛况是如何呈现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再次亮相红场 展现中国军人萨爽英姿打造中国名片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决定赞款 针对韩国的军事计划有何深意 我们看到由于疫情影响推迟一个多月的俄罗斯 胜利日红场阅兵拉开大幕 那在今年的阅兵当中有哪些武器亮相 另外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现场表现如何 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莫斯科时间6月24号上午10点 北京时间24号15点 俄罗斯纪念魏国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 在莫斯科红场拉开帷幕 当克里姆林宫救世主钟楼的钟声敲响后 阅兵总指挥俄陆军司令萨刘科夫 向进入阅兵场的俄国防部长绍伊古 汇报关于阅兵的情况 他们乘坐的都是俄罗斯自主设计生产的阿鲁斯敞篷车 作为阅兵检阅车的阿鲁斯 在2019年的胜利日红场阅兵式上首次亮相 据阿鲁斯的设计者介绍 这辆车配备有阅兵模式 当阅兵模式开启后 检阅车以不超过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在红场上行驶 精准调教的汽车悬架和传动装置 让站立检阅部队的军队将领 感受不到任何颠簸 俄国防部长在检阅部队后 前往中央管理台 向俄总统普京报告 随后普京发表了讲话 普京表示 俄罗斯人将永远牢记 使苏联人民击溃了纳粹主义 мы сделаем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чтобы память о ваших героических свершениях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меркнула это долг нашей совести и наше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перед настоящим и будущим слава поколению победившему нацизм слава героя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ур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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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阅兵分裂式开始 授阅方队 依次通过主席台 按照俄罗斯的传统 方队官兵 在通过主席台时 向主席台 行45度 斜向上的注目礼 这个从苏联时期 沿袭下来的动作 充分展现了士兵们 挺拔的身姿 和自豪的心情 参加阅兵的 还有来自中国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 印度 等13个国家的军人 在13个外国方队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 仪仗队人数最多 共有99名队员 他们分别为 三名护骑兵 三名分队长 陆海空各一人 陆海空各30人 组成队列 此外 中方参加 此次红场阅兵的 还有三名预备队员 和六名指挥保障人员 阅兵中亮相的武器装备 往往是 一国国防与军队建设 最新成就的集中体现 每年红场阅兵 装备方队 有哪些武器组成 都备受外界关注 今年阅兵展示的 200多件武器装备中 除卫国战争时代的装备外 还有不少新型装备 曾在卫国战争中 叱咤风云的 T-34坦克 和苏-100自行火炮 在装备方队中打头阵 75年前 苏联红军正式驾驶 富有传奇色彩的 T-34坦克 指导纳粹德国首都 柏林 俄罗斯是坦克制造大国 坦克向来是军工部门 研发的重点 这次阅兵 俄军T-72 T-80 T-90坦克 悉数亮相 此外 俄罗斯最新一代的 主战坦克 阿玛塔坦克 也出现在装备方阵中 此次阅兵中 还出现了此前 从未向公众展示过的 20多种新型军事装备 包括最新防空导弹系统 和军事防空系统 暗机导弹系统 远程步雷车 坦克 和步兵战车等等 今天阅兵是展示 武器装备两个亮点 第一是新装备 第二是实用性的装备 从我这个味道去分析 一个是油气的味道 第二就是宵夜的味道 新武器在整个战比中 不是太大 所以从整个看点来看 有着硝烟味道的 实战型武器装备 是展示亮点 像特切尔的改进版本坦克 特80改进坦克 以及特解军的新型坦克 都根据叙利亚作战的行动 进行了调整 另外很多不战车的改进方式 也是受到了战场的启示 像库尔干人25 炮塔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除了采用无人炮塔之外 小导弹 进程导弹 加装了8枚 跟之前的远程导弹 相互组合 火力打击能力 有了质的进步与发展 另外像空降战车的进步 也可以看到 因为空降部队 在海外作战使用很多 在叙利亚也有部分参加 所以战车也进行了改进发展 像波摩德4型 基本上把波摩坡3的100毫米火炮和三菱火炮进行了并列 打击方式 打击手段 有进步 有发展 作为75周年大庆的特殊安排 今年的阅兵式武器装备展示自然少不了 伊斯坎德尔M战术弹道导弹系统 和S400凯旋远程防空系统等等 俄罗斯大国重器的身影 在本次阅兵的装备方队中 具备超强机动能力和突破防御能力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和披挂陆海空三军军旗的回旋标步兵战车 最后压轴出场 随从整个俄式武器装备在红场的表现去分析 有一个逆行的路径特别值得关注 就是从战场到红场 1941年武器装备做的人员是从红场直接向战场开进 但现在我们看叙利亚使用过的 试验过的装备优先被红场采用 这种逆行的路线说明 在对抗美国军事围堵 在对抗大国竞争的这种格局中 俄罗斯有自己的这种打算 如果装备实用化 拳头才会越来越硬 在空中阅兵环节 共有75架军机和直升机 编成16个空中梯队 一架米26重型运输直升机 在4架米8直升机的护卫下率先登场 受阅的还有俄罗斯最先进的战斗机和攻击机 战略轰炸机和加油机 其中包括装备最新型最独特的 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的米格31战斗机 备受关注的俄第五代战斗机苏-57 也列队飞过红场上空 苏-57是俄罗斯空天军装备的 第一种隐形战斗机 拥有隐身超机动超音速巡航能力 飞机内置四个武器舱 能实现飞行性能和隐身性能的良好结合 具备空中格斗和对地攻击能力 大名鼎鼎的俄罗斯勇士 和宇燕高级特技飞行表演队 也在红场上空亮相 六架苏-25强击机拉出代表俄罗斯联邦国旗的 白蓝红三色彩烟 为红场阅兵空中盛典画上句号 那空中老飞机虽然样子相对传统 但是在叙利亚有成功的使用 像苏-24 苏-34 以及其他的作战装备 包括图两两轰炸机 都有过实战使用纪录 所以从目前看呢 如果这种模式进一步延伸 通过逐渐改变的方式 渐进发展 对提高武器装备有重要作用 所以新装备是两个角度 第一是原始创新 技术有志的区别的装备 那么第二呢 就是在老装备上进行新的调整 改定之后有些能力 对之前的缺点 还有其他的这些弱点有弥补 那俄媒评论称进行红场阅兵的直播 如同完成一场艺术作品 那据透露说呢 今年的红场阅兵 在过程当中动用了超过60台摄像机的播出机位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而第一频道进行了相关的解密 我们来看看幕后的有趣故事 在红场阅兵期间 您可以从屏幕上看到每一处细节 只有这个地方您看不到 这是俄罗斯第一频道进行直播的地方 就位于克里姆林宫救世主钟楼的正下方 据俄罗斯第一频道介绍 今年拍摄阅兵的摄像机数量超过60台 电缆的长度已经算不过来了 摄像机的位置布置得相当精巧 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能够拥有更好的视觉体验 让观看者仿佛置身于战车的装甲上 或在飞机的驾驶舱内 为了拍摄士兵的特写画面 摄像师要悄无声息地沿着队列移动 摄像机仿佛悬在空中 直播中还有令人惊叹的全景 负责拍摄全景的是索道摄像系统 一台摄像机沿400米长绳索移动 绳索连接了克里姆林宫的 尼万诺夫广场和瓦尔瓦卡大街骑士处 为了取得最佳拍摄角度 摄像师需要爬上70米高的起重机顶端 画面中这台小小的摄像机被安放在运动装置上 它沿着克里姆林宫不平坦的石板路移动 稳定器能够保证拍摄的画面不抖动 这台小摄像机可以在任何地点 以不同的速度拍摄 现在您知道了追随俄罗斯国防部长 乘坐阿鲁斯敞篷车 近距离迎接T34坦克的镜头 是怎么拍摄的了 此外画面中的摄像机被安装在石板路下 上面覆盖了一层高强度抗压玻璃 从这个角度可以拍摄出士兵走过战车越过等相当精彩的独特画面 1945年6月24号 苏联在战胜德国后举行大阅兵 苏联元帅朱可夫骑着白色战马进入红场检阅部队 这一幕被无数媒体拍摄到并永久珍藏下来 当年的阅兵式上扛着旗帜前进的苏联步兵方阵 立下赫赫战功的T34坦克都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那次阅兵又被称为世界阅兵史上的经典之作 俄第一频道称 他们的目标是让每一次的阅兵都得到完美的呈现 现代拍摄技术让今年的阅兵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展现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60多台摄像机的详细机位图 空中拍摄技术甚至能让观众在电视机前 感受到屏住呼吸起飞时的头晕目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莫斯科市长此前呼吁市民尽量待在家中 通过电视直播观看红场阅兵 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 此次参加阅兵式的士兵都通过了严格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包括测体温采集烟柿子 以确保阅兵安全顺利进行 另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训练期间参阅士兵和筹备阶段所有人员 要进行每周三次的新冠病毒快速检测 俄国防部网站上公布的消息显示 无人感染新冠肺炎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俄总统普京依然决定在6月24号举行红场阅兵 这次阅兵对俄罗斯来说有何特殊意义 俄罗斯的红场阅兵有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考量 从对内的角度来说 是希望通过阅兵来展示战胜疫情的决心 那么在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 尤其是在应对疫情中以及疫情后 可能出现的一些国际格局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下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的阅兵来提升士气 那么在对外的角度上 俄罗斯首先希望应对近一时期 针对二战叙事出现的一些杂音 我们看到的是近一时期 美国多次试图抹杀苏联在欧洲战场 所做出的重大的贡献 而与此同时 美国在俄罗斯的周边也是步步紧逼 那么俄罗斯同时关注的是与美国之间 旧军控条约谈判的下一步的前景 俄罗斯不希望卷入与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希望更多的能够进行战略沟通 化解分歧 保证国际的战略稳定 而这样的一系列的信息 也希望通过此次的红场阅兵来进行投射 这次的红场阅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再次参与 阅兵式在整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多次在国际场和亮相 展现中国军人的英姿萨舍 本次赋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队包括105人 他们平均身高1米86 平均年龄20岁 这也是时隔5年后 中国军人再次参加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活动 按照俄军分裂式进行曲 方队在国内进行了两个月的强化训练 抵达莫斯科后 又针对核练和彩排的实际乐曲 进行了适应性训练 俄方阅兵负责人等对中国方队的表现予以高度评价 在此前的夜间彩排现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一惊亮相 博得阵阵欢呼 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在彩排现场唱起了卡丘沙 看着整齐的队伍听着嘹亮的歌声 现场围观的群众纷纷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中国网友也纷纷留言称赞 太帅了 严整有序 帅出天际 中国军人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 近年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以多次亮相国际舞台 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萨爽英姿 和外军同行也加强了合作与交流 2015年5月9号 俄罗斯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 胜利70周年阅兵式 解放军仪仗大队帅气亮相 被网友赞为中国名片 2017年3月23号 巴基斯坦举行盛大阅兵典礼 飞行表演和花车游行等活动 应巴基斯坦邀请 解放军仪仗大队派方队参加阅兵式 2018年7月3号 白俄罗斯国家独立日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 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 应白俄罗斯国防部邀请 解放军仪仗大队亮相阅兵式 而在时隔一年后 也就是2019年7月3号 解放军仪仗大队第二次受邀 参加白俄罗斯独立日大阅兵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挺拔的身姿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赢得了外界的赞誉 2019年7月4号 卢旺达解放25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 在首都基加利举行 卢旺达国防军派出专人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 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派出教官 指导卢旺达参加阅兵的军队和警察进行训练 阅兵式上卢旺达阅兵方阵迈着整齐一致的步伐行进 向前看 一二等中文口令声响彻体育场 参与阅兵的22个方阵 都是由中方派出的教官指导训练出来的 他们展示了卢旺达的军威 也得到了阅兵式上全体来宾和观众的 持续热烈的掌声 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一仗队 这样一支整齐划一的部队是如何练成的呢 经过严格政治考核和特殊挑选的一仗队员们 把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高严要求 贯注到一举一动 练形体三个小时以上纹丝不动 头形不正别针子 身体上挺顶帽子 腰不当家别棍子 双腿不仅加牌子 为达到踢腿生风落地砸坑标准 仪仗队员们小腿绑着四公斤重的杀带脸 一踢就是成百上千次 有人曾经做过计算 每个人每年最少要穿破七双马靴 从1952年3月组建至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走过了68年的辉煌历程 一次次的精彩亮相 一次次的完美表现 三军仪仗队逐步成为享誉世界的仪仗竟旅 我们看到在持续升温之后 朝韩局势迎来峰回路转 朝中社24号报道说 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暂缓执行 针对韩国的军事行动计划 据朝中社6月24号报道 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24号透露 韩方观察到朝军正在拆除刚在江源道铁源郡边境地区 安装的十多台对韩喊话扩音器 韩国政府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 近来 半岛局势骤然紧张 因不满韩方纵容民间团体 向朝鲜方向散发反朝传单 朝方16号炸毁 位于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17号说 朝鲜计划在金刚山旅游区和开城工业园区 重新部署军队 并重启朝韩交界地区附近的各种常规性军事训练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 朝鲜最高领导人做出暂缓对韩军事计划的决定 似乎为外交留下了空间 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个细节 此前对韩国方面强硬立场的表达 主要是通过朝鲜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那么现在释放出缓和的信号 包括暂缓军事行动 则是通过金正恩本人来进行表达 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并非是自相矛盾 反而表现出朝鲜内部的政策上的 这种配合和协调 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向韩国方面和美国方面 进行强烈的和清晰的信号的传递 但是同时又要为下一步的行动留有余地 朝方突然踩下刹车 是因为此前应该说已经达到了 希望韩美双方都关注朝方意图和朝方立场的 这样的一种目标 但是朝鲜方面也非常清楚 当前的半岛生乱生战并不符合朝方的根本意义 所以也希望以踩刹车的方式来给美韩进行政策调整的一段空间和窗口期 而下一阶段朝鲜将是韩美的反应来做出进一步的政策调试 近日韩国政府也在尽力未散发传单事件灭火 23号韩国统一部发表声明称 对于仍有个别团体不顾相关法规继续散布反朝传单 深表遗憾 将与警方等部门配合 对涉事团体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 有分析认为朝韩之间的紧张局势 与朝美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密切相关 据韩联社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表声明并致信国会 表示朝鲜对美国仍构成重大威胁 因此他决定延长涉朝国家紧急状态 这意味着美国对朝相应制裁将延长 近来美国还加大了对朝军事施压 据韩国TV朝鲜电视台报道 自朝鲜炸毁朝韩联络办公室到22号 美军三次向亚太出动B-52战略轰炸机 据军用飞机追踪网站报道 即17号和19号之后 两架B-52轰炸机 22号从阿拉斯加的基地起飞 经日本列岛附近的太平洋上空飞往菲律宾海 最近时离半岛空域仅一个小时的飞行距离 美军太平洋舰队23号公布的B-52训练照片中 还有EA-18G咆哮者电子战机的身影 如果与用于干扰敌方雷达的咆哮者电子战机一同作战 B-52轰炸机能够随时渗透敌军上空 投放常规炸弹 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22号报道 美军三大航母战斗群 罗斯福号 米米兹号 里根号都在西泰活动 韩国媒体认为此举有牵斥朝鲜的意图 2017年在朝鲜进行第六次核实验 半岛局势剑拔弩张之际 美国也曾派出里根号 罗斯福号和米米兹号三艘航母 同时进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与韩国海军和日本自卫队举行了联合演习 好的 更多精彩内容 再来看一组素揽 今日 印度班加罗尔三名男子 微博眼球不顾危险 在马路上展示所谓摩托车特技 结果发生车祸 全部死亡 视频画面显示 在表演摩托车前轮抬起后 其中一辆车失去控制 迎面撞向了另一辆摩托车 有两人当场死亡 另一人在被送往附近医院后 也被宣布死亡 据印媒报道 三名男子分别为22岁 17岁和16岁 23号 韩国一名40多岁的女子 未戴口罩乘坐地铁 被其他乘客要求戴上口罩 以防病毒传染 不料该女子随即在车厢内破口大骂 还摆开一副要打人的架势 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 与该女子在车上争执许久 导致地铁延误7分钟 最后警方已涉嫌妨害公务罪 带走该女子 韩国近一个月内 因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戴口罩 发生争执的案件 多达840起 在印度尼西亚 政府规定儿童需接种 麻疹疫苗等常规疫苗 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超过80%的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被搁置 很多家长表示担忧 当地政府正在努力使其恢复正常 卫生部也在向各省提供 如何继续安全接种疫苗的建议 但是短时间内暂停接种计划 也可能使数百万印尼儿童 处于危险之中 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 在时隔4个月的闭馆之后 在23号重新开园 开门前就有一百多名游客排起了长队 本月刚满三岁的熊猫香香 是人们争相观看的对象 为了避免人群过于聚集 原方不允许游客停留拍照摄像 但人们还是热情高涨 激动不已 向香香疯狂挥手 大呼可爱 6月21号是国际瑜伽日 当天印度举国庆祝节日 做起全民瑜伽 泰米尔纳德邦的居民 不满足于传统的瑜伽方式 甚至自创了水上瑜伽 他们在水中仰面漂浮 或伸展四肢或盘起双腿 看上去十分惬意 不仅仅是印度 加拿大的瑜伽爱好者们 也开创了瑜伽新方式 为防止感染 瑜伽日当天 人们各自在透明的隔离罩内 做起了瑜伽 既保证了自身安全 又享受了集体瑜伽的乐趣 好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 金日亚洲见 明天